Hello,大家好,我是Sona 有沒有覺得平時護膚有種力不從心的感覺? 其實可能就是你平時的護膚 routine出錯了錯誤 這條影片就會跟大家分析一些經常出錯的護膚謀誤 分析為什麼和怎樣解決 就可以減少雙獨島問題 還可以提升肌膚的吸收能力 就可以以更簡單的方法擁有水煮冷肌了 對於整天的臉都生了一些奇怪的粒粒 下排又有很多粉刺 原因可能是毛巾 因為你長期用毛巾去洗臉 然後你就會洗這條毛巾 你自己洗這條毛巾的時候 其實會留了很多細菌、真菌、毛菌在裡面 但你又未必洗得很乾淨 而且當你把毛巾塞在臉上印的時候 布料上其實很容易有一些滿蟲 就會將滿蟲全放在臉上 就會生粉刺或是痘痘 有時候你去看皮膚科醫生 他會幫你測試一下 究竟那顆痘痘是哪一類的痘痘 那有一款的痘痘 就是因為滿蟲而滋生的痘痘 那平時洗完臉應該用什麼來洗臉呢 我會用紙巾 因為一次性不會累積細菌 都會生少很多暗瘡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記得抹的時候 都要輕輕地 不要很大力地揉 很容易生細菌 會損害到角質層 第二個 只是用精華 不用面霜 只需要你選適合了 面霜 就不會讓你的臉生粒粒 也不會覺得很軟 記得沒有最好的護膚品 只有最適合自己的護膚品 夏天又濕又熱 我只會用一些很清爽的面霜 但又不可以無感 最近最喜歡的就是 NAME的Fresh Cream 最新推出的一個面霜 是專為夏天年前 原來都被我用了很多 已經捱半瓣了 超級水潤 很輕盈 完全沒有黏的感覺 很神奇 完全沒有油光 它的質地很輕盈 覺得它很像戚風蛋糕上面的霜 塗多了都不會覺得很黏 它很神奇 塗完之後有一種保護膜 完全不會黏頭髮 第二天睡醒很神奇 那種很療癒的水潤感 是好像你剛剛塗完這個霜 而你不會覺得已經過了十個小時 八個小時 很精靈剔頭的皮膚 好像昨晚剛剛塗完的感覺 摸下去這麼薄的霜 為什麼可以補水力這麼充足 然後有一種睡醒喝了八杯水的感覺 還有它收細毛孔的效果也很出眾 非常非常非常適合油性基本使用 或者是喜歡一些很清爽的霜的朋友 每一次其實塗好笑 就已經可以把整個臉都推上了 我老公也喜歡用 既然你在這裡 不如你伸手過來 你看 哪一雙東西 大了五隻手指 它也是完美吸收了 好 你知道吧 女生有很多身份 那如果是做老婆的 就可以買這個 送給老公 在家裡就可以一起用 下一個貌誤 就是減肥只是食材 那關護膚什麼事呢 皮膚是想有一種 晶瑩剔透 水潤的感覺 其實你一定要吸收一些 有益的油脂 因為脂肪酸是製造細胞膜 和皮膚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可以幫皮膚鎖水 和增強彈性 增強彈性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身體是不會自己生產這些脂肪酸 所以只可以靠外部吸收入 那就是有Omega-3的食物 對皮膚對老都是非常有益 例如三文魚 吞奶魚 青魚 嘩 今天吃sushi 真的很棒 所以減肥吃刺身就最適合了 那如果減肥的時候 在家裡口痕想吃零食 有什麼是對皮膚有益呢 可以加一些有阿麻酸的食物 例如核桃 我有時會買核桃粉 然後會沖一些豆奶 浸一杯又飽又香 而且可以幫皮膚補充脂肪 也不會對身體造成太大腐乏 之後就是太多角質層 皮膚不斷護膚 但是力不從心最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有很多角質層 令到你用的護膚品點茶 都非常不吸收 覺得就像你訂了很多新衣服 很多網購 塞在門口 但你的衣櫃長期都是飽滿 所以你的新衣服 永遠都去不了你的衣櫃裡面 那去角質層最理想就是 一星期一次 或者冷一點的兩星期一次都定 每一次做完角質層的時候 後面是最最最最吸收的一個階段 那你就一定要幫皮膚做好 保水和鎖水 不然皮膚就會太乾了 那我現在多數在去角質層 就會立即敷過保水的面膜 然後再加一些霜狀的護膚品 因為霜狀的護膚品裡面有少許油脂 就可以幫你做到鎖住水分 撿住它的效果 這時候我就會用LAME的Soft Cream 它的質地又跟剛才Fresh Cream不同 這個質地也是很療癒的 它是很細緻很滑 好像乳酪一樣的質地 一筆起來就好像筆了一根乳酪一樣 它也是高保濕度的一個面霜 它跟Fresh Cream一樣 它補水的效果非常出軸 我會特意塗一些嘴角位 或者一些苦紋位 塗多一陣 第二天睡醒 你會看到這些特別乾燥的紋理 就會淡了很多 這個我覺得特別適合 一些媽媽 平時是沒有時間護理自己的皮膚 但是有時候抽到一點點的面霜出來 就立刻要重恨自己的皮膚 就可以選它了 另一個謬誤就是 就是一次過擦很厚的護膚品 剛剛去過旅行 我就見到 有些朋友很快的手 洗完面後 就 30秒 把架面的所有護膚品都塗在臉 之後就去睡架了 其實一次過已經塗了這麼多層的護膚品 皮膚是很難吸收的 所以對皮膚好就是要小吃多餐 你要薄薄塗一層 讓皮膚吸收之後再下一層 效果就會特別理想 我們剛剛去完韓國旅行 韓國真的非常非常乾燥 建議大家去旅行或住酒店的時候 冷氣是開得很強勁的 所以大家記得要帶這個補水的精華 之後就再塗面霜 如果是真的很乾燥的話 就加多一滴油的話 就可以把你的水分鎖到最滿最盡了 今次去韓國我都可以睡醒 都是很水潤的皮膚 就是因為做足所有保濕的準備 去旅行的話就一定要帶Creme de la Mer 它就是我的護身符 無論去哪個國家都要戴著它 看到這個立刻迷你把眼睛 30秒容易戴上飛機 因為它的質地非常滋潤 完全適合我這些沙漠機 當你補水做得不足的時候 其實你皮膚上妝也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亦都不持妝 化妝之前可以幫你鎖住 機底裡面的護膚品 讓妝容更加斷腹和持久 到晚上的時候塗它 就可以令你的皮膚更滋潤 減少腦化現象 淡化細紋很厲害 它其實是有一個專用的手法 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用 所以都要在這條片跟大家示範一次 它是一定要打開了之後 記得不要就這樣 立刻塗在臉上 這個是錯的 真正的應用就是 打開了之後 用手指 插到它變成透明 這樣才塗上臉 這個才是真正的用法 你這樣塗上去 你會覺得它雖然很滋潤 但是一點都不膩 有些人覺得它太潤 可能是因為你直接塗上去 這個方法塗上去 是真的塗在哪裡都不膩 但是也可以把護膚品鎖到 好像在保險櫃一樣 去旅行多數都睡眠不足 每天都睡4-5個小時 真的它吃了很多美食 去旅行睡眠不足 很容易這些鼻位 或者是整塊臉 有些反紅 有些敏感的情況 立刻就要拿Creme de la Mer 它一塗 第二天其實紅腫就會立刻退 有時候我的頭髮邊緣 都有點脫皮 塗了兩三天之後 已經好很多了 就不用塗那些會有副作用的樣子 剛才這個妝容的底部也是塗了 所以你看到是很水潤的 非常有光澤感的一個妝容 還有生暗瘡的時候 塗了它之後 都是很快會掉下的暗瘡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很神奇的 Miracle Bluff精華 以前其實出這個Creme的時候 因為有受傷的傷口 所以才研製一個Creme 去療癒修護皮膚 所以它真的很適合皮膚出現問題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看到它超強大的皮膚修護功效 如果皮膚沒有特別的問題 你堅持這樣使用它 你會看到臉越來越向上 更加緊緻 輪廓也會更加立體 這個適合什麼肌膚 我覺得是適合光噪肌的 三抹肌 絕對是大愛大愛 夏天就適合Fresh Cream 大家平時都有敷面膜 敷面膜是不是敷得越久越好呢 大家好 如果面膜上面寫著要敷20分鐘 我就一定只會敷15分鐘 總之它敷10分鐘我就敷8分鐘 怎麼都會扣一點 為什麼不可以敷到面膜完全乾透才停 不是這樣才能吸收到嗎 硬硬 當你的面膜紙乾了之後 皮膚的水分變得多了 然後那張紙會吸收皮膚的水分過去 反而會令皮膚更加乾燥 生更多的細紋出來 紫質的面膜多數都是水溶性 所以當你滲進去之後 但是如果你是沒有鎖實的話 它很快就會出來了 那麼多數是敷完面膜 其實臉都很多精華 補水力都已經很夠了 所以我就會選擇最軟的 Brush Cream 那就可以做最後一步鎖水了 保濕噴霧 那噴是不是就可以幫皮膚保濕呢 硬硬 其實會令到你皮膚的水分 更加容易被帶走 我自己都有這些親身經歷 見很多廣告 上到飛機噴一噴 臉就好像很舒服 其實那個水分只會令到你暫時覺得很舒服 這些只是普通的水分 或者一些水溶性的活性成分 噴完之後你沒有東西蓋住它的話 它很快將你本身皮膚的水分都帶走 所以我當時在飛機噴完之後 沒有下一步的話 臉乾了很多 特別是化妝的女士 如果想妝更加貼服 更加水潤的話 就記得在肌底做好保濕 其實不需要很久的 我們去了韓國那裡試升級化妝師 幫我化妝的化妝師是幫我穩耳化妝的 其實整個過程都只是一個小時 打底都是說只是五分鐘的事情 它就可以令到我的妝容保持一天 都沒有怎樣脫掉 而且還是保持得很漂亮 上妝效果都是很完美的 只需要選擇適合的護膚品 做好肌底的保濕 就可以試半公倍了 照做為了化妝更加持久 都是用Cream de la me 之後再上妝 就可以保持8個小時 10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希望以上的護膚膜可以幫到大家 大家中了哪幾個呢 是不是用毛巾 敷面膜有沒有敷超過15分鐘 有興趣的朋友 大家也可以去專門店試試她們的質地 其實我之前都很怕入專門店那些 但是呢其實呢 其實我們專門店的姐姐是非常之 nice 不斷鼓勵你試試她們桌上的不同產品 也會解答你很多問題 還有帶小朋友去呢 就可以帶她們去看店舖裡面的魚缸 他們每間店舖裡面都有很大的 蝴蝶 店舖裡面有很多很漂亮的彩色的魚 那些小朋友就可以在這裡看魚 看一會兒 媽媽就可以在那邊索聽了 啊 去專門店買東西呢 有時候都會送Facial 我也覺得很驚喜 不算買得太多 但她們都會發訊息 邀請她們做Facial一個小時 覺得非常之貼心 如果大家有其他護膚問題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或者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邊有更多最新的美妝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